政坛明星出局 二世大前高层斗争告一段落 中国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浩 前天被免去中共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职务 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这意味着陆浩将很快卸任自然资源部部长 改去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这个官方智库的工作 虽然自然资源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都属于正部级 但两者之间的地位差别很大 自然资源部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水、海洋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属于位高权重的国家部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是决策咨询机构 没有行政权利 此前外界预测 55岁的陆浩历经多个岗位锻炼 担任正部级职务已超过14年 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后进入新一届政治局 但陆浩从自然资源部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进入新一届政治局的机会 更显示他已不受高层赏识 今后再受重用的机会也比较渺茫 因此 这次调职可说是陆浩市途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在中国政坛 陆浩一直被认为是个顺风顺水的幸运者 过去二十年 他经历了从政治新兴到明星的升华 如果时间拉得更远 陆浩早在中学时代就展示出不同反响的政治潜力 据中国媒体早些年的报道 陆浩在上高中时就加入中共 是文革后西安第一个 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中学生共产党员 1985年 陆浩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进校不到两年 陆浩经过直选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 他也是文革后北京大学第一位通过直选产生的学生会主席 1989年从北大毕业后 陆浩被分配到北京清河镇的厂工作 1995年升任厂长 成为北京国企中最年轻的一把手 在陆浩领导下 智尼厂很快扭亏为盈 陆浩由此当选1998年 北京市世大杰出青年 当时媒体盛赞他为国企大旗青年康 在智尼厂期间 陆浩还成为北大知名经济学教授 历以宁的在职研究生 他的师兄包括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等政坛大佬 1999年 32岁的陆浩 受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的赏识 出任中关村科技原管委会主任 成为当时北京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 2003年初 35岁的陆浩 升任北京市副市长 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 2008年5月 41岁的陆浩 接替胡春华 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政部级大员 从参加工作到政部级大员 陆浩只用了不到20年时间 这种升迁速度在讲究资历的中国政坛 实属凤毛麟角 这说明 当年看好并栽培陆浩的高层领导 不止一个两个 舆论也自然将他视作政坛新兴 陆浩肯定懂得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的道理 2013年 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后 除了正常工作 尽量对媒体保持低调 2018年 陆浩出任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部长 过去几年 陆浩的工作整体上中规中矩 没让外界挑出多少毛病 有分析认为 陆浩或已通过现任高层对他的考察 试图仍有上升空间 但陆浩这次调职 打破了外界对他政治前景的预测 不过 尽管试图受挫 陆浩仍是正部级单位的一把手 并可凭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身份 进入中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考虑到陆浩在正部级大员中 仍属年轻 他将来也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中国新闻管控一直严格 可是最近接二来三的事件能被爆出来 极有可能是上层转移民众注意力 分散高层权力斗争的注意力 像唐山打人事件 郑州红马事件 丹东打交警事件 之所以可以爆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吧 啊 比你cho